这是一部约1942年真实的记录短片 我们截取了其中一段影像 这段影像主要记录了当时长江流域沿途百姓的真实生活 影像中可以看到江边的渔夫通过训练好的卢瓷进行捕鱼的场景 以及稻田里的农民利用传统的农具辛勤的劳作灌溉 并且对丰收的粮食进行加工的景象 援影为黑白影像我们对旧影进行了修复 做了上色的处理并且提高了它的帧率达到了60帧 让影像看起来更加流畅 在尽量接近援影的基础上 对援影的分辨率进行了提升 让影像看起来更加的清晰 卢瓷是一种常年生活在水边的中大禽海鸟 长成群栖息在水边的岩石上或者水中 卢瓷善于潜水 它的嘴巴肩长 顶端是一个钩子的形状 能够在水中用肠而勾的嘴捕鱼 并且把鱼牢牢地勾住 因此它也被称为鱼音 卢瓷的捕鱼能力特别强 渔民通过训练卢瓷捕鱼 已经是我国传统劳动人民 传承千年的一种古老技艺 卢瓷可以用脚捕和翅膀游水 捕猎的时候可以通过翅膀帮助滑水 用脑袋扎在水里追踪猎物 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的水中 它还可以借助敏锐的听觉实现百发百中 中国自古就是以农历国 历朝历代都注重新修水利工程 因此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 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传统的农田灌溉方式多种多样 其中水车就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取水灌溉工具 根据记载水车大约出现在东汉时期 水车的外形酷似古代的车轮 它是可以借着水式的运动惯性而运转的一种机械 不仅可以用来灌溉农田 还可以用来作为排水系统 水车对于我国的农业发展 有着很大的贡献 是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见证了我国农业文明的同时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与丰富的创造力 影像中还拍摄到了一位仍然留着辫子的男人 正在田地里赤薄劳作的画面 对于丰收的粮食 农民会通过石碾对一些粮食进行破碎或者去皮 石碾同样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 一般是由石头和木头制作而成 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下面是用石质的底座 托起来的碾盘 上面一般是由枣木制作的碾框 固定石质的碾砾构成 碾盘和碾砾的接触面 暂有排列整齐诞生前不同的碾齿 通过人力或者触力等石碾鸵在碾盘上转动 利用碾压的重力对收获的粮食 进行破碎躯壳加工 石碾一直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 今天仍然有许多农村保留着这种工具 影像中还可以看到一头被蒙上眼睛 正在工作的驴 驴拉墨之所以被蒙上眼睛 主要是为了防止驴不停地转圈 出现头晕的感觉 而且还可以防止驴偷吃粮食 俗话说 懒驴上墨屎尿多 那为什么又要用驴来拉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